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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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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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这个锥子 下一锥子 直接把这个锥子挂起来 可以推动 然后拉掉 闻起 闻起 然后按点火锯 点火一点的 用火焰标记将火焰调到 20号面的那边去 然后 把这个设计 一般设计15秒左右 这个设计可以使命 可以使命 可以使命的一米 然后一般起步 熟练之后 我们会不会 到外长的 实际上燃烧到 不一样的事 和 事情的画法 一般 时候 按一下 继续 按一下这时间 需要继续的设计 所以说 我们记录下 这个发生的时间 或者至于达到什么样的 用火 然后 这个阶段 可以去查一下 一遍 再试一下 表面点火 像这样的路上 表面点火 首先设计好之后 从底边 向上 40毫米的 环境 然后 40毫米以上 150毫米的 环境 两个前 然后我们火焰出一点 是 这个 40毫米这个 然后首先 我们先把手 先把手 先把手 同样是 这个短的电脑 是 表面点火的 我们首先 先按启动 这样把电灯过去 调好 火焰冲击的位置 然后重新固定 辅助的固定杆 然后放一套 回 把它弄回 然后把这个拿掉 按燃气 按电火 同样 将火焰 调及到 20毫米的位置 然后按启动 时间到之后 本人的服装退回 同样是 当那个 实际上熄灭 当火焰熄灭 或者是燃热到 150毫米的位置 实际上按 即时 记录一下时间 然后去核散一下 是 达到什么 那样的标准 时间结束 然后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 仪表的设置 仪表 五排 后一位是单位 里面有 0.1秒 0.01秒 我们一般把它设成 0.1秒 或者是1秒 就可以了 然后 续燃的时间 设成 体股99 设成4个9 设成最大的 如果是0.1秒的话 最强的记录就是 9.9秒 900就是9.9秒 如果你是射通秒的话 就是单位射通秒 就是4个9 单位 后面适应 电源 但这个就是 反正电源 按一下启动 本灯灯前进 反回键 就是当中间要按一下 反回键 本灯灯灯去回 燃气呢 是打开和更备燃气用的 你弹上来 燃气就关掉了 按下去 看下去 燃气打开 到弹上来的时候 按点火 是打不着我的 没有燃气 按下去 然后点火键 就是 燃气流量 就是超级火 没大小 计时 计时 记录 续燃时间 按一下 计时 就停止继续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